传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自杀 军队获出事 中共啃三变 习近平噩梦将至 曾获国家优质金强 豆腐大桥沉了 之前来自微信的一张截图显示 中共独立武装力量 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 在卢沟桥事变86周年前一天 引突发脑欲雀 抢救无效于昨日酒食在京实施 但有消息披露 吴国华是自杀 有分析指出 副司令吴国华自杀事件若真实 火箭军谋反抗命或滑变都有可能 据媒体6月28日报道 火箭军司令李玉超 6月26日在办公室被带走调查 火箭军司令里通外国 这似乎上演了一场叛国 兵变前夕 却默然被捣毁的大戏 近日 中共海军司令部的前中校参谋姚成 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 火箭军是中共保密强度最高的单位 这个消息透露出来 绝对不是卫星拍到的 也不是什么基层人员 能掌握到这么全面的信息 我在海军舰队也干过 海军司令部也干过 这种情报是基地这一块都没办法掌握的 因为他们内部有保密条例 所以我认为这个情报来自于火箭军的机关 最近爆出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在开会的时候被带走 姚成说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念书 他被带走可能有向美国空军大学泄密有关 这背后的原因猜测是一旦中共开战 美军首先会对最具威胁的中共火箭军动手 所以火箭军的官兵们 位战情绪非常严重 超过陆海空军 军心不稳 导致他们对习近平怀有二心 姚成表示 火箭军是非常敏感的单位 从习近平上任以后任命的这些高级军官来看 其他的军种 他可以用自己的亲信 但是火箭军是一个高技术的部队 他不可能把不懂导弹不懂航天的那些人弄去当领导 所以火箭的领导往往不是他的亲信 他对火箭军不放心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 中共现在要想对外作战 不仅仅是台湾 还要跟美国作战 那么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火箭军 就是他的导弹 姚成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对中共的海军倒不是很在意 但对中共的火箭军 包括海军的战略导弹和潜艇 这是绝对的一丝一毫都不放松 如果一打仗 从战争的角度来说 美国首先要把中共的火箭军 尤其是一些战略核导弹的发射井 包括海军三亚的第二核潜艇基地 至少把它封锁住 或者把它打掉 所以火箭军的这些官兵们都比较害怕 因为美军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打到他们的基地 打到他们 他们基本上都活不了 所以火箭军的位战情绪非常严重 比陆军海军空军更严重 所以他们不太愿意打仗 但另一方面又受到习近平高层的压力 导致这个部队生活在恐惧之中 所以他们军心不稳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 再次重申统一台湾的强硬立场 其底气无非就是火箭军强大的威射能力 然而习近平手上这张王牌 早已被美方摸得清清楚楚 台媒TVBS新闻网 2022年10月28日报道说 就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两天后 美国空军大学 马上公布了一份共军火箭军的研究报告 内容包含他们一切的基地资讯 武器系统 甚至连指挥体系都被完整揭露 通常在情报作战中 都不会如此完整披露自己掌握的资讯 毕竟不能轻易让敌人得知自己的虚实 而美军这个举动 显然对本身的情报体系极为自信 而且摆明就是要向中共展现实力 对此 有大陆网友认为 中共党卫军早已烂透 这样一支腐败透顶的军队 和美军叫板 他的胜算为零 俄罗斯兵变削弱了总统普京的权威 7月9日 美国国务院前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 在自由时报撰文指出 瓦格纳兵变差一点另立中央 这是中共最怕的 同时 此次兵变也触及到习近平的一块心病 也就是中共军队造反的可能性 在俄罗斯 普京本人在体制内还是比较有声望的 瓦格纳兵变的主要目的是所谓的清军策 打击目标集中在普京身边的俄国国防部长和俄军总参谋长 并没有直接指向普京本人 但是在中国 习近平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他执政的十多年来 对军队高级军官的清洗 在中共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习近平把他前任的将近一百多名中共高级将领和部队领袖 毫不留情地加以清洗和整肃 关的关杀的杀 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清洗的同时 习近平还以对自己个人的忠诚为主要标准 提升了一大批在意识形态上信得过 但并不见得技术上优良的高级将领担任军中要职 即使这样 他还在不断无断地撤换调离战区指挥官 以防万一 余茂春指 在这种生存环境下 中共历来最为担心的三变中 即政变 兵变和民变 他说 瓦格纳兵变差一点另立中央 建立了独立的武装根据地 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种可能性 中共非常害怕 大规模跳槽滑边 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常见的 例如 在朝鲜战争期间 中共不少的前线作战官兵 一有机会就临阵脱逃 转变立场 在战俘自愿甄别的原则下 二代一万名中共战俘中 有三分之二的中共战俘拒绝回国 选择投奔自由 在历史上 防止中共的兵变叛变和逃跑 一直是中共军队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同时 俄罗斯兵变也引发了习近平 对中共政权垮台的担忧 习近平曾说 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 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了 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面齐了 就会发生东欧巨变 苏共垮台 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越名忠的悲剧 时政评论员岳山指出 习近平的讲话 真实反映了他内心的恐惧 也就是这个政权保不住 吕昭尔历史学者吕元华则认为 在中共濒临灭亡的状态下 习非常焦虑 他非常清楚 中共整体的现状 没有人真信共产主义的那套说辞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中共灭得越快 这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中国才能是一片光明 据大陆媒体报道 7月6日凌晨 四川恩管高速公路达万路段上的6号大桥 毫无预警的崩塌 桥墩塌后 部分桥面跌落地面 事故视频在网络疯传 场面惊险 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和一辆面包车 掉落断桥裂缝 车身因受到剧烈撞击而自然 黑烟伴随着火苗不断冒出 将车辆烧成骨架 当地高速邀请对媒体表示 事发时桥面一端翘起 另一端下沉 形成了一个大缺口 目前 该路段已被管制封闭 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 据报道 达万段高速公路于2010年1月开建 2012年12月全线通车 先后获得四川省建设工程天府辈金奖 国家优质工程奖等 有不少网友看完断桥场景视频后十分震惊 通车才11年竟无预警崩塌 直呼百年大计这才几年又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中国大陆近来豆腐渣大桥坍塌事件频线 耗资千万上亿的大桥说垮就垮 今年2月19日 广西贺州市八部区内的布头大桥发生坍塌 这是当地政府耗资1433万元修建的 于2015年7月竣工通车 使用期仅8年 2015年8月24日 黑龙江海尔滨市的阳明坍大桥历时18个月 耗资18亿建成的大桥 通车不足一年后 桥体就坍塌 四辆货车被冲下 车毁人房 造成53人死亡 5人受伤 现场惨不忍睹 2021年2月18日下午3036分 湖北厄州境内的 沪雨高速和大广高速互通扎桥道的整个桥面侧翻 造成4人死亡 8人受伤 辽宁省府顺岳崖岛 两座由当地政府投资修建的跨河桥工程 金额高达5800万元 其中一座桥却于2012年7月30日军工前的6月19日就坍塌了 辽 MP2 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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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